第三个的话,我想这一题,就是说如果你在模拟器里面只有一点,那我怎么知道总共会有几点,我们可以用Events里面有一个方法,叫做Get Point Counts,就是说计算到底这个上面被击,就是说触控有几点,所以这边强烈建议各位要把这个App传送到你的手机上面,才可以测得出来,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永远都怎么样,只有一点。 那我现在没办法多一点,只有一个点,因为它模拟器的限制,它将来模拟器应该可以让我们多点,怎么多点,也只有一支滑鼠,所以PC里面就只能模拟一点,除非你没有第二支滑鼠,你第二支滑鼠插上去它还是一个点,所以这个是PC的宿命,PC永远就只有一点而已,所以这边的话永远只能抓到一点,接下来的话抓到一点,后面我想 append的这部分是一样的,就是说呢,显示出有几个Point,那这边的话呢,百分比低的话,就是整数的意思,整数哦,如果是百分比低的话,就是整数,后面的话加一个换行符号,OK,那以后Stream Format者,我想应该就会用了,OK,那再来的话呢,各点,因为呢,我会有很多点,所以呢,我就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0到呢,i 小于这个什么呢,Point Counts,如果有5点的话,那就0,1,2,3,4,然后去抓,总共有几点,那每一个点的位置,坐标都不一样,就会怎么样呢,透过这个append去把它串接出来,把它显示出来,那最后的话呢,就在这上面显示出来,所以呢,我们用testView.setTest,把这个sb,sb就StreamView的,就串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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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串 通通放在呢,这个testView,然后return true,原来return false,请你把它改成return true,就是有touch,就有回应,回应到哪里呢,回应到这个上面出来,OK,所以请各位呢,试试看,现在模拟器测试看看,如果可以的话,请你把那个你的手机插上去,然后呢,你的driver挂上去,试试看,OK,把画面呢,先还给各位一下,试试看哦